原标题 在蒋介石打了许多胜者 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这些将领发现了蒋介石坚持 染外必先安内的消息抗日政策后 便决定转向了共产党 原国民党上将杨洁就是其中一位 杨洁 杨洁1889年出生于云南大理 六岁时候晋思说读书 天资聪明 学习刻苦 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1907年杨洁被清政府 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预备学校学习 在这里认识了蒋介石 他一生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两年后加入同盟会 随后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 深受蒋介石的气动 1930年李宗人 延西山和冯宇强的三陆大军 一起向蒋介石进攻 中原大战爆发 一开始不管在兵力和实力上 蒋介石都不是三陆联军的对手 因此常常吃外仗 最危险的时候 冯玉祥的部下正大仗 一度攻到了蒋介石的指挥所附近 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蒋介石致电杨洁要求退兵 但是杨洁却认为此时不能退兵 否则会打败 后来发生的事果然验证了杨洁的预测 他亲自率兵解救了蒋介石 受到了蒋介石的极力赞扬 蒋介石更为难得是 在这次驻蒋介石决胜中原大战时 他的夫人在上海病逝了 他因为公务在身都没能见最后一面 蒋介石知道后也大为感动的说为国效劳 不顾个人情义 古今少有 你对国家尽到义务 没能对家庭尽到情义 是忠义两难全 妄自我保重 无为悲伤 事后在给夫人开追道会时 为了表彰他的贡献 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前去悼念了 毛人凤可以说在此之前 杨洁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蒋介石对杨洁也是信任有加 但是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变以后 杨洁开始对蒋介石消息抗日 积极反攻的行为感到不满 时常不注意场合 发表一些反对蒋介石的言论 这让蒋介石大为不满 1949年7日 杨洁派遣秘书策反刘文辉部 某团团长的证据落在了毛人凤手里 蒋介石看后动了杀心 他命令毛人凤去暗杀杨洁 杨洁虽然杨洁也了解到蒋介石的杀意 他便从云南逃到了香港 但是特务还是在他女儿的一本日记里 找到了杨洁的地址 然后特务韩世昌以送送信为名见到杨洁后 当场开枪打死了杨洁 然后逃之夭夭 毛人凤得知杨洁已死后 十分高兴 杨洁被暗杀时六十岁整 这位曾经驻蒋介石决胜中原大战的将军 就这样被毛人凤暗杀于香港 令人唏嘘不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面词